趕快來關心天氣啊 最近天氣好複雜喔 颱風一個加一個的形成 昨天一個了 今天可能還有第二個颱風會形成 不過暫時對台灣是沒有影響的 我們要關心的就是這兩天非常熱 昨天高雄現在上看38度 而且從昨天半夜到今天清晨 整個西半部地區都是28 29度 整個晚上都非常的熱 今天白天持續有高溫預警燈號 包括橘色燈號的新竹地區 還是有機會上看36度 還有黃色燈號的桃園跟嘉義 也都是35 36 西半部地區基本款都是34度起跳的 西半部非常的炎熱 而且可能還會熱個兩天左右 提醒大家防曬防中暑 那當然趕快來關心這個 到底後面的颱風動態是怎麼樣的 來看看衛星雲圖 前面昨天行程的輕度颱風山神 現在一路往西要去中南半島了 所以這兩天如果你有安排旅程 洽工要到中南半島的觀眾朋友 稍微注意一下 對台灣本身的天氣沒有影響 但是後面菲律賓東邊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你看我叫它整安比 為什麼呢 因為它再漲一漲 有機會最快在今天 就會進一步的形成10號的颱風安比了 所以我們就叫它整安比吧 這樣比較好形容 那這個整安比呢 目前看起來還是一大坨的雲系 當然我提到逐漸的有這個規模之後呢 就有機會形成輕度颱風 那後續目前看起來它還沒什麼移動啦 但即將會往北的方向 逐漸來到台灣的東部海面 然後呢再往西的方向偏 只是接下來這個怎麼偏齁 對於台灣的影響就很明顯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地面天氣預測圖 因為它真的如果往西偏一點 哎呀不得了 可能台灣的影響就會比較大了 但如果它沒有那麼西偏 走的是比較北邊的話 那可能對台灣的影響相對就小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從星期六開始 這個熱帶系統 已經在台灣東部的海面了 所以大概從星期六開始 東部啊北部啊 恆春半島啊 就會開始出現一些間歇性的雨勢了 星期天 隨著這個系統更加的靠近 可能雨喔更明顯齁 但是後面的星期一星期二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要往哪邊偏喔 靠近一點還是拉遠一點 其實後續的變化真的很多 它現在兩個變數 第一個就是今天 或是什麼時候 它才會變成一個颱風 那還有就是後續看看這個 太平洋高期阿東退的程度 有沒有可能讓熱帶星底下 可以這個離我們遠一點 後面這個颱風系統 離我們遠一點 所以呢 總之星期六星期天看起來 對於台灣天氣是有影響的 所以如果你有安排週末的戶外活動的行程的話 務必注意颱風的動態 那當然希望它偏遠一點 我們後續持續觀察 因為現在各國看起來模式都不太一樣 那至於今天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看看這個降雨的部分了 因為其實前兩天都是東半部的雨 是下的比較大西半部非常的乾熱 然後今天呢西半部還是熱 但是午後雷震雨的機率看起來 有比前兩天明顯的增加了 你可以看到雨區中部啊南部 特別是山區比較明顯 然後往平地擴散 所以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午後戶外的天氣可能會有點變化 到了晚上還是東部地區 南部地區齁 零星的降雨 清明兩天大概都是東部比較明顯 然後西半部就是偏午後 那至於氣溫的部分 來看看今天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高溫還是36度 新竹最熱 中部35 南部34 降雨機率南部 午後雷震雨機率是高的 東方部的間諧雨 各地帶40%到50%的降雨機會 時晴時雨的情況 高溫就沒有西半部怎麼樣的高 外島三個地方 通通都是晴朗的好天氣 說到晴朗就來看紫外線 來今天全台各地大概都是過量級 新竹還有危險級 澎湖也有危險級 今明兩天 基本上天氣在比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 請大家務必做好防曬工作 還有一個天氣重點要來關心的是 除了熱之外 西半部還有一些地方空氣品質很差 中部地區 因為東風過山沉降之後 所有髒空氣都堆積在中部地區 然後它沒有辦法擴散 基本上沒有風 所以懸浮為力的指標相當的高 苗栗三億中部地區今天是橘色提醒 事實上昨天一度還有到紅景 所以今天還是要提醒整個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務必要留意空氣品質 特別是BM2.1 我們這細懸浮為力的傷害 口罩還是要記得戴一下了 兩個重點 今明兩天防曬補水防中暑戴口罩 第二個重點就是週末 可能會有颱風的影響 程度如何 我們這兩天持續的觀察 提醒你一定要持續的關心颱風動態囉 以上是最新的天息消息